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身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我们也在为这个国家尽力 我们这样子是不是也算是在治国呢 所谓的治国 难道一定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事吗 还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个别的一个分子 我们也都在为治国而努力呢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 来经营我们的国家 那么我们的国家怎么会不强大呢 我想这是一个现代国家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这个孝道 并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孝顺父母 这个孝道在很多不同的层次 有着很多不同的意义 就连功德心的发挥 也是另外一种孝道的展现 我对我们的国家尽孝 是不是这样子 请问一下 所有公务功德的范围 哪样东西不是国家的 那我们自己 难道不是国家的一份子吗 就要比如说 你在你家里面 会随便把你家的东西乱得乱扔吗 那为什么公园里的花花草子 就随便折掉了呢 只因为你定义说 国家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吗 难道我们真的这么认为吗 国家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 随便无关 如果是这个想法的话 那么还不足以称之为现代公民 如果我们的想法 仍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仍然不足以称之为是现代公民 一个现代的良好公民 现代的良好国民 要怎么想 国家的东西 也是大家共同 纳税出钱经营的 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 也有他的一部分 是我们全国人民 每个人的一部分 应该要好好的爱惜 整个国家的门面 整个国家的典章制度 整个国家 他的气象 人民的素质 都在在地关乎到 外国人对我们 这个国家的看法 这个观念有了 我们才能够 好好地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能够在世界上 扬眉吐气 终于出了一口气 的关键 不在于经济力的强大 也不在于武器精良 也不在于兵强马壮 而在于什么地方呢 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 是否能够带给 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动 我们拿什么 去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动 这才是最严肃的课题 好比外国人来到我们国家的参观访问 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感动呢 还是看到了什么而伤心 而恐怖 而难过呢 我们如果不能够给其他外国人 一个安全的环境 一个富而好里的环境 一个有素质水平的环境 一个有人文素养的环境 那今天在那些人的心中 会把我们这个国家 想成什么样子呢 答案可想而知 所以在这个地方 特别跟大家一起研究分享 所谓的孝道 在各个不同的角度 都有它各种不同的体现 为国家尽孝 为自己的私家尽孝 这个孝不是教条 而是发乎我们天性的表现 这样一个天性的表现 能够让整个国家社会安定 所以传家之道乃治平之机 中述之道乃治平之则 我们在讲说中校传教 中校传家 看起来好像是很早很早的一句话 但能做到的有几个呢 努力做到它 就可以体会到中校 带给自己的好处跟快乐 所以说 实行德政 其德永住 此乃成习圣人德教 体行治国 克尊武达道 我们不要再说 这个德政 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事了 我们应该说 这个德政 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政就是影响 影响 跟我有关的人 我身边的人 能够被我改变到 这就是一种正的范围 实行德政 以德性 以德性来教化 来改变 来影响 行不言之教 自然感动 而非强迫 这样子的做法 可以让我们国家和平 在世界上有地位 让所有的外国人 真正看得起我们 所以民用和睦 上下无愿 使其和平 而安邦定国 自然就国家 我定社会 安享 人民健康 人人安居乐业 老安少怀 所以说 治国 我们以三纲 来安定这个设计 用武德 来去奠定 整个的社会国家 最后终于能够达到 太平的理想 世界大同 并非是梦想 当我们有这个心灭 想要同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了 希望我们的国家社会 终于能够达到 一个和谐的状态 让我们的国家水准 不管是硬的也好 软的也好 都能够达到 一个圆满的境地 在这里感谢大家 的一个聆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